那时候我们到想上班了 你让我们下岗 嗯 是不是啊 这一家子没吃 外面打工去 是不是啊 现在你就让我们 延期时退休 你这是给谁讲的 对 我们那时候还得灵活就业 逃神的 对 你们现在说说明白 我给你们揭穿了 你们就是为了给上层建筑的人铺垫呢 对 是 医院 这个 家伙 上万 或者说 还有挺多 是不是 在家栽着 那么多现在呢 都不见得在那栽域上栽着 嗯 也许就住着高级宾馆呢 也许就住着高肝病房呢 哦 哎 咱们以后给他延期退休 你们啊 我说不给你裁抗了 你不说延期退休 你们爱延期多长多长 嗯 你们延期一百岁退休 你们都不管 对 是不是这道理呀 嗯 是不是啊 你不叫我躺着呆着 这要拿 多拿几年钱嘛 对 是不是要不 要不让你们六十岁退休 这家子就指这个呢 就指你 你每天上班 你这一挣好几万 啊 是不是 那还得多 而且你的人脉官员用的 还不兼得是 你上班挣得多的 在台上挣得多 你用你的能力发挥 那外快还多呢 嘿 家里一家子人或者 这一 一大家子人都指着你呢 你不能下来啊 嗯 所以我就认为他们这种铺垫 就是给他们铺的 哦 不是为咱们老老百姓铺的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